好 一连串的卓西数位创新影视培利克24号是进行了摄影灯光的课程 邀请了摄影工作十几年的纪录片导演陈天文来分享构图光线人物的拍摄技巧 来用手机来记录 卓西数位创新影视培利克24号进行拍摄灯光班 邀请摄影工作十几年的纪录片导演陈天文分享构图光线人物拍摄技巧 用手机来记录 他教的是在内在的跟外在的一些条件 所以你必须要比如说上课的时候 比如说在拍摄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感受啊 对于画面感受度跟灵敏度这样 训练自己的眼睛这样 所以教的比较是意向的东西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 所以可能没办法教得太深 就是比较教一些他们的基础这样子 另外住在大狱里的美族青年表示 最近返乡要协助副新行销农特产品 想要多学习拍摄技巧 透过影片让大家认识狱里在地小农种植的优质毫米 想说可以学习一下 那来这边就是想说 因为自己本身没有概念 比较不清楚说画面应该很抓之类的 然后想说来这边可以学到一些技术 在部落故事常常随即发生 无论是有趣的 严肃的 感动的 甚至文化内容的 或者是家人相处间按下录影的瞬间 一天的课程 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记者高雙雙主席向采访报道